那我們的螢幕同步顯示 螢幕同步顯示 把它開啟之後 它就會開始用Wi-Fi Direct的技術 然後來搜尋我們的 電視輸出的部分 像我這樣子點下去以後 它就可以很輕鬆的 準備把畫面 都寫在電器上面 那一般來說 其實像以前要輸出的方面 以前我們都是使用HDMI來輸出 但它的好處就是 我們的手機畫面可以全部同步輸出到電視上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說 它有線 會限制住你的使用 那DLNA的技術 它是可以透過無線的方式 來把你的畫面 都放到電視上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沒辦法同步 那像我們的MirrorCase 它就是整合了這兩項優點 就可以直接很漂亮的 就把你的畫面 都輸出到電視上面 那像我現在來秀一下它的影片跟步驟 可以看到它不管是影像還是聲音 都是非常順暢的 都輸出到電視上 發揮 really だけ既然說 都要啊 這些紙人 那巴菱 都是超重 成比巴菊 它就是 那 sum了 深穩 谢谢观看